好來 繼續來看 新北市有一個爸爸 送小孩到學校 但是小孩在校門口 塞性地 不需要進去讀書 爸爸真氣落 總要把小孩擋手 其他家庭看到都戳一條 原來這個修南棟 之前都是阿公阿嬤在照顧 上學期他才轉到這間學校 因為換環境不失用 再加上插槍手機 爸爸才會失控 擋手和關卡 警方教授依照規定 同步加博 後續高社會局來處理 有家庭看到貴祖堂 無疑後帶小孩去最好 刷在學校門口 看著老爸在打小孩 當初把都走到一樣 所以應該是罵 用罵的罵的大分嘛 那都是家裡家的手段 那都關門工作的人 每個人家裡面 但是如果已經知道動作這麼久 是覺得這就不太辛苦 第一次就發生在7號會在7點關 白無帶小孩到現場 沒有一間高校最好 這個高校新年 十五個小孩 所以站在學校門口才會回去 管他之前是阿公阿嬤在國 上學期當專學來到這間學校 因為收費三四三片 經常在身體不爽快 把學校穿八百便告 所以在家裡搶手機 所以小哥可能有長時間在家學習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家學習的時候 他可能對於在新產品有明顯的一個意外 姐姐其實他所表達出來的家庭的一個狀況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表達說他爸爸不是一個家庭的爸爸 女兒漸漸是親家在照顧 在家裡玩秋季也是逍遙的主宰 是沒有跟爸爸媽媽接回去過 因為關鍵的方式不一樣 小孩才會不聽不懂 好 第一時間安打的小孩的心情 只是在學校門口把小孩起家當手 也有小孩的心臟就在這兒 哈囉 我是主播王韻竹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華誌新聞YouTube頻道